美國警察又再度發生的執法過當的事件 田納西周一名飛翼男子日前開車被警察攔下 遭到暴力對待致死 那麼涉案的五名員警呢 在昨天被指控二級謀殺罪 拜登也呼籲大眾要冷靜以對 不過回推到這個事件發生在月初 這是一個飛翼男子呢 他被警察以危險駕駛唯有來下之後 竟然是被暴力以對傷勢相當嚴重 送到醫院三天之後就離開人世了 那麼這個受害者律師表示說呢 經過一番飛車追逐之後 警察是把他打得面目全非 同時警方調查發現了涉案的五名 都是飛翼的員警執法過當 直指說整件事情是令人發指